在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希望能够在动荡的时局之中发展壮大,成就统一的伟业,而在战国时期,网罗人才,招揽门客,成为了许多贵族常用的壮大自己势力的手法,而在这些贵族之中,以战国四公子最为出名,那这四位公子分别是谁,他们的故事和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是金字总会发光的这句话不假,有能力的人,不管出身如何,总会被得到重用 但万无无极必反,田文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人,曾担任过三个国家的宰相,也正是因为他的才能,才让原先想抛弃他的父亲,重新放下对他的不满,开始重视起田文,不可否认,田文的能力确实出众,不然也不会引得三国的王都为己所用 而且,田文门下能者众多,征用了田文,就相当于拥有了这么多的能者,但是物极必反,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在田文任职的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王的猜忌 虽然田文依次担任了秦国、齐国、魏国的宰相,但他不断地受到他们的猜忌 从秦国逃到齐国,再从齐国逃到魏国,最后田文可能厌倦了被不断猜忌的生活,选择回到了自己领地 但是在田文去世后,田文的后代却没有逃过被灭掉的结局,田文的子嗣就此断绝 相比田文,赵胜的结局要好上许多,赵胜是个注重名声的人 而且,赵胜通过自己寻找援兵,成功地拯救了邯郸 赵胜为了保全邯郸,从手下的能者中挑选二十人亲自去楚国求助 而去求助楚国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件事也就成了后人常说的毛遂自荐 毛遂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帮助赵胜,便向赵胜推荐了自己 而事实证明,毛遂确实有这个能力 并且在没有楚国,魏国援军的时候 赵胜和门客们坚决地守护着邯郸,不让秦兵侵入 而且在赵国仍旧存在的时候,他的子嗣们世代继承他的爵位 有一个优渥的生活,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公子 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空有一枪报复,却无处施展 前面也说过,魏无忌与其他三个战国公子一样,喜欢招揽门客 并且带他们极好,按理说,依据魏无忌的能力手段 应该作为魏国一把锋利的匕首 但是,即使安黎王与魏无忌之间血缘关系亲厚 却抵不过权力在安黎王之间的位置 安黎王害怕并且忌惮魏无忌的能力 但是在秦国攻击魏国的时候,安黎王无忌可施 只能拜托魏无忌让他领兵出击 而经过此次战役,秦国不敢再侵犯魏国 但也是因为这一场战役,魏无忌名声大噪 再经过秦国对安黎王的挑拨离间计 使得安黎王再也不敢采纳魏无忌的意见 在魏国衰败的期间,魏无忌空有一枪热血和计谋 却无处施展,所以魏无忌最终酗酒度日 最终也因酒精而死 一个能者就以如此的方式陨落 春神君黄蝎结局尤为惨烈 却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不可避免的关系 黄蝎的侍卫李源,为了自己的计谋 将黄蝎也算计其中 黄蝎宠幸了李源的妹妹 但是在他怀孕之后 听到他讲的一番话动了心思 李源的妹妹有了身孕后 对黄蝎说 如果现在可以得到楚王的宠幸 那么就可以让他父中的胎儿 成功地成为楚王的儿子 而黄蝎似乎是对于自己的谋略太过自信 所以认为这个计策可行 但他却没想到他的盟军竟然会刺杀他 李源为了计划万无一失 计划将黄蝎杀掉 而在刺杀黄蝎之后 将他的满门也全都杀掉了 黄蝎的结局也可谓是自有应得了 这四位在纷乱的局势和强勤的虎视眈眈之下 以李贤下势 结交宾客而闻名 并且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但可惜的是 这四位显赫一时的杰出人才 他们最后得以善终的只有平原君一位 这就证明了在乱世之中 一步踏错就有可能会导致万劫不复 先来说说春深君黄蝎 他在年轻时 曾经用计谋将被扣留在别国的楚太子 送回到楚国 十分有智谋和胆识 但在他年老时 却败在了识人上 他错信李源 对于忠心耿耿的朱英的谏言选择可忽视 最终被李源杀害 最终落得一个败灭族的结局 十分可悲 而在四位公子之中 以信邻君魏无忌的能力最强 他李贤下世 又能慧眼识人 出身高贵 但是从不以出身论英雄 收罗了许多的人才 让魏国在一段时期以内发展良好 但是他在厉害 也只是一位臣子 他最终没能劝阻魏王 便决定自己孤身救援赵国 虽然三千门客 都愿意跟随信邻君出行 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势单力薄 而含恨而终 而孟长君田文 虽然广受门客 但是他对于门客 并不是想信邻君一样 只选拥有才有德之人 而是对于机名狗盗之辈 都照单全收 这使得他颇有孤名钓鱼的感觉了 后来在他失忆的时候 这些门客便也就树导 胡孙散 不能给到他实际的帮助 没有用人 识人的能力 也让孟长君最后不得善终 而平原君照胜 虽然在能力上他可以说是处于四公子之末 而且也没有长远的目光 最后导致了赵国的长平之战的打败 让赵国险些被灭 但是他对于自己造成的错误 能够及时挽救 能够任用毛岁 赵奢等能人 最后让自己能够得以善终 这四位战国时期的名人 他们因为能够礼贤下世 广泛招揽门客而闻名 但是他们也因为自己性格之中的缺陷 在时代的车轮之中 落得悲惨的结局 可见一个人的成功 不仅在于外界的客观因素 与自己的主观努力 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当时身处这样的高位 田英也自然是妻妾成群 光儿子就给他生了四十多个 所以田文只是四十多分之一 而且当时齐国流行 有一种奇怪的迷信说法 说五月初五出生的男孩 长到门楣那么高 就会克死父亲 而田文就是这天出生的 再加上他是一个小妾所生 所以田文刚出生田英 就命令小妾把他给扔了 但小妾得到个儿子可不容易 所以他没有听从田英 而是暗中把田文挤养大 并使田英接受了田文 而田文从很小就能言善辩 并提出自己的家族 应该将财富转换为影响力 让田英大感震撼 所以后来就让他主持家政 田文随即广招门客 使自己的家族声名远播 在田英死后 他继承了田英的薛公爵位 成为了孟长军 而孟长军的一生 给后世留下了好几个 非常常用的成语 比如鸡鸣狗道和角兔三窟等 其中鸡鸣狗道是指 田文后来曾在秦国为相 在得知秦桧文王要杀自己时 通过让门客半狗和学习教 最终成功逃脱 而角兔三窟则是他的门客冯轩 通过各种计策 帮助田文构筑三个避祸计策 使他在田齐地位稳固的事 不过田文出名 除了这些成功学的典故之外 也跟他曾经组织合纵公秦有关 在从秦国逃回田齐之后 田文在公元前298年 曾率领期韩卫三国军队 对韩谷关发动猛攻 最终迫使秦国割地求和 对于秦国的崛起 起到了一定延迟作用 而此后不久 田齐的国事 也达到了极盛 在公元前286年 田齐一举灭亡了 非常古老的诸侯国宋国 并有了吞并周王室的企图 而这时 田齐闽王田地也志得一满 产生了除掉几十年的 全臣田文的念头 而田文在得报之后 立即背叛田齐 逃到了魏国避难 在魏国他被封为国下 而这时 田齐灭亡宋国 触发诸侯众怒 在燕国贵族越义的号召下 秦韩赵魏燕五国联合发兵 对田齐发动猛攻 而其中率领魏军参战的 就是田文 结果田齐无法抵挡 五国联军的猛烈攻势 几乎灭国 但数年后 田齐复国 田文则退居削城 自行割据 最终得到善终 但田文死后 他的几个儿子发生内战 田齐则借机联合魏国 对其大举用兵 很快将田文家族灭门 而孟长君 虽然是四君子之一 但他和其他三个君子之间 其实并没有过多交集 唯一比较直接的接触 发生在他从秦国 逃回田齐的途中 当时他过境赵国 受到了赵国贵族 平原军赵盛的热情接待 可能是因为欢迎的阵仗过大 引来很多赵国百姓围观 但田文本人身材矮小 所以遭到了赵国百姓的笑话 结果田文大怒 竟然和门客当场 对赵国百姓展开的攻击 杀死了几百人 几乎把赵国一个县都毁了 而这个事件可以说 也进一步展示了 孟长君为了成功 不择手段的性格特点 而与孟长君相比 其他三位君子之间的交集 就多很多了 他们三人中 信陵君魏无忌 是魏安离王的弟弟 他很早就以精准的战略判断 而声明确起 根据史书记载 有一次这哥俩一起玩六波棋时 突然收到战报 说赵国在边境 有大规模军事调动 疑似要入侵魏国 当时安离王立即放下棋子 准备赵大臣商讨对策 但魏无忌却说 这只是赵王在打猎 让安离王继续玩棋就好 结果不久后 他们再次收到报告 证实了魏无忌的判断 而平原君 赵胜则是以胡服骑射 闻名的赵武灵王的儿子 在赵武灵王去世后 赵胜的兄弟和侄子 曾先后成为赵王 而赵胜在此期间 多次在赵国拜下 对于赵国的命运 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这两人早期出名 也是因为招募门客 赵胜曾经为小妾惹怒门客 而将小妾杀死 而魏无忌门下时刻 曾经达到三千人之据 此外 赵胜还是魏无忌的姐夫 所以 他们两人很早就有了很多互动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史约馆 订阅我 和你分享 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